今年央行升息 政府也连续祭出打炒房措施 买气急速降温 但房价似乎还没明显松动 不手买房组也蠢蠢欲动了 根据侨富建金和冯甲大学合作调查发现 有六成以上的民众对于七都有买房计划 更有多达18.5%的人 希望能在一年内成功制产 大部分的价格它还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的 并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价 政府各项的打房措施 大概都已经利空出境了 所以说很多民众可能观望已久 会发现说或许这个时间点 如果真的有需求是可以进场 如果以县市分布来看的话 台北市是跨区买房比例最高的地方 总共是有38% 而台中市则是最低的不到5% 调查中更显示 有近96%的台中市民不想移居 想直接买在当地 而其他包含高雄 桃园等市民 想买在自己居住的县市比例也超过8成 细旧原因主要也是因为房价真的和背部差很大 七期来讲的话 当然它是一个房价比较高的区域 它平均房价大概三字头到四字头 可是它一直跟台北市的信义计划区来做评比 可是信义计划区 它的平均均价大概都在百万起跳 所以这个一差就差了至少一半以上 高铁来讲的话呢 它来来北往的通池都相当方便了 毕竟潘雅潘也等不到房价明显下错 或许有买房打算的民众可以开始加减看屋 八大新闻学校主张海台北从董 锁定八大女生新闻记得按小铃铛喔